年仅33岁的他指导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了30亿的票房 实力派导演宁浩和金马奖影帝徐峥一起为淘宝江护航 他就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木野 嗨大家好我是王美丽 今天一起来看看文木野早期毕业作品《安魂曲》 孟小军的全家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他骑的摩托车被卡车撞翻 孟小军受了重伤侥幸活了下来 可活下来的人却还不如死了 雪玲玲的现实摆在他的面前 妻子当场死亡 年仅4岁的女儿严重脑损伤 本来倾家荡产 好不容易维持住女儿的性命 如今又被医生通知情况恶化 必须在一周之内做一台昂贵的手术 才能保住性命 医生平静地说出医疗费用 就好像包出今早菜市场的菜价一样 作为小先生的修车工 孟小军根本无法在一周之内抽到钱 12万 他现在连妻子出病的钱都没有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活下来的人总要想办法活下去 病房里的女儿小脚肿的馒头大 身上插满了各种仪器管子 要是再没了女儿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孟小军来到太平间 管理员老张催促他 赶紧把妻子下葬吧 孟小军问起老张 上周说的那个事还有没有了 能给10万 能 帮我联系一下吧 走投无路的孟小军 想要救女儿 只能接受老张的提议 把妻子的遗体卖到乡下 跟一个刚刚死去的年轻人 结明婚 他回家翻找到妻子以前的照片 现在是半夜两点 可他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 他来到老张介绍的地方 家里的老人端详了照片 又拿给了老伴 老太太看着照片 忍不住放声痛哭 老人一辈子辛辛苦苦 散下来的钱 想给儿子讨个媳妇 可却没想到白发人松黑发人 水依旧流着 往外的纸帆飘着 大山平静地承载了数不尽的背上 回到家的孟小军 抬头看到妻子竟然回来了 忙着找着什么 最后拿过小军手里的梳子 梳好头 准备离开 孟小军叫住了他 放心吧 我接通通 眨眼间 妻子消失了 梳子还握在手里 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错觉 结发夫妻 这次真的要走了 他来到太平间 看着妻子的脸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妻子要跟别的男人合葬了 他这心里 五味杂陈 灵魂的队伍长长的 他们奏着歌 老胎的脸上 泛着一丝淡淡的欣慰 这也算是为儿子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孟小军没有时间难过 他得赶紧拿着钱 把女儿送进手术室 等手术结束的时候 医生看到 泪倒在等待椅上的孟小军 没有人心叫醒他 他明明也是刚刚经历 一场撤祸的人 脚上的绷呆已经走烂了 不知道多少夜没有合眼了 夜深了 烧下的纸钱灰烬 在风的吹拂下 似心心烦 发着微弱的光芒 这是文木爷的早期作品 三年后 魔力出了《我不是要神》 这部豆瓣高达九分的作品 是一部起今为止 我不敢二刷的电影 我之前依然记得 那天电影院里 此起彼伏的唾气声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啦 记得关注 点赞留言呀 我们下期再见